第十九頁 第一個 學習佛法第一個要確認自己是有煩惱 有生死 自己有病 聽起來難聽 自己有病 怎麼學習佛法要先確定自己有病 有病的人才會這樣想 不然是這樣 他的病是指有生死的病 有煩惱病 有老病死人有貪生死 所以先確定第一個 我是有煩惱的 就算現在沒有 以後我也有 老了會有煩惱 病了會有煩惱 我是有煩惱的 我是有生死的 我一定會死 我死了我要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 我還沒死之前 我是從哪裡來 我不知道 我會因為什麼樣而死 我不知道 很多人其實不瞭解 但你說學佛就瞭解嗎 學佛很多人會瞭解 即使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 但是有些人不知道 預知十字 你往生進度會預知十字 你升天你會預知十字 還有一種人會預知十字 得了重病 醫生說你活過幾天啊 剩下幾個月給我 那個大概也預知十字 那 基本上 先要承認這個人生不圓滿 而且我們可以讓他圓滿 是這樣 人生有痛苦 但是我們可以徹底解決這個痛苦 人有煩惱 我們可以徹底解決這個煩惱 你先要確認這件事 要不然你學起國來 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 你生不起那個情形 所以第一個要先有病想 有病你才會去看醫生 然後才會吃藥 你要先這樣想 第二個要醫想 知道自己有病之後 那麼不是一般人 你是可以醫的 就像你得了重病 你絕對不會去看一般的這個醫生 你要看 你如果是喉嚨有病 你去看眼科 你不會去看眼科 那一樣是道理 佛弟子 說法師才是能致此重病的良藝 告訴你方法 而且是正確的方法 因為以前我們學習的知識很多是不正確的 比如說發生天災 然後很多人就是什麼 帶著很多官員帶著一大堆人 然後去什麼 祭天 祭神 如果發生地震就祭山神 如果發生天災就祭天神 他認為是上天懲罰我們嗎 那如果是傳染病就祭溫神 就舉行什麼除煞儀式啊 其實現在講不是這樣 現在講是什麼 就控制病毒隔離 這個還是正確的方法 那天災人禍要看是什麼 如果是氣候的 那你要看是不是你爛肯爛法 水災因為爛肯爛法 那天災 因為你破壞生態導致氣候作變 那水災是不是你操縮地下水 地層下限海水倒灌 這個東西要查清楚嘛 你沒有水災就祭河神 那天災就祭天神 那地震就祭山神 這樣是沒有辦法有些問題 可是以前的方法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知道 一樣 我們的痛苦或福 並不是上天給我們的 不是上天的賞賜 也不是上天的懲罰 完全是由我們的業律造作來的 由於我們不懂方法去解決 也不知道這樣做會有什麼樣 後果 所以我們才 我們這樣做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所以從我們才做錯 現在要把它弄明白 那麼這個說法的 或是這一些佛弟子 他就是在告訴你這個方法 他這個方法是佛教給他的 而且他實際上也從這去驗證到 生死是怎麼來的 他也知道 那他也朝這個方法去 去去修行 也去除掉這個痛苦 像蛇利伯 木劍仁 大家瑟這些都是這樣 那麼所以他開始你教導修行的方法 要依著法藥去服用 像護士站在這個醫生旁邊 他看很多病人 他看起來他遲到了 這個病這個怎麼樣 那麼醫生他就遵照醫生跟他講 那你就問問是這個 一天要吃幾次 晚餐吃 早上吃 那吃白的 吃紅的 那吃這個藥的時候 不能怎樣 不能怎樣 不能喝酒 不能抽菸 他跟你講情緒 那這些都是他看在眼裡 然後他照醫生的吩咐跟你說的 所以因為一個醫生沒有辦法 跟這麼多病人講 所以醫生要配偶護士 那佛再怎麼厲害也沒辦法 就跟這麼多人講 所以要教很多佛弟子 去跟很多人說 才能夠利益很多人的眾生 所以他講 那麼你要依著法藥去服用 才能根治身心的重病 所以叫做如梭修行 你一定要所以後面是賭行 但切實都是遵行 文家也是這樣 國學 神問 聖師 靈辯 最後一個是賭行 所以我們常常講 經典裡面第一個已經如是我聞 我是從佛那邊聽來的 就表示你的來源是正確的 你所得的是正見 那如是我聞之話 地聽地聽善思念之 你要專心 前面講要專心聽 要意念 然後善思念之間 要怎麼樣 要思維 要想對 要聽對 第一個你的來源是對的 是佛的不會講錯 第二個 佛這樣講 你要想的 要跟佛說的是一樣 佛這樣講 你這樣想 想錯了那不行 所以要如理思維 地聽地聽善思念之 善思念之開始講 講完了之後 後面一定是 歡喜信受 依教奉行 你不依教奉行沒有功德 依教奉行完了之後 開始修 開始修學 才得到功德 那我們都不是 送完經之後就有功德 沒有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那所以 你要依著法藥去修服用 叫你持戒 你要持戒 叫你不殺生 你就要不殺生 叫你不偷盜 要先持 不殺到淫妄 然後才努力 布施持戒忍入 然後才布施 然後忍入 然後慢慢修慢慢修 然後要增加智慧 就是法隨法行 就是你要如說修行 否則 這樣才能根治你的身心重病 身心是什麼重病 身體有老病死 心有貪生死 你這樣去掉 否則如毒藥方而不服用 醫生開給你藥方 你每天把醫生的像放在前面 然後拿著醫生開給你的藥方 然後一天練三遍五遍 然後病會好嗎 病當然不會好嗎 不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就這樣 經典是佛開給我們的藥方 那我們在佛像面前 天天練個三遍五遍 然後我們就要得到功德 沒有可能 就要把 就要去乳貪生吃 就要解頭老病死 那是不可能的 這有一點像 那你拿著醫生的藥方 就處方先天天練個三遍五遍 那你的病會好嗎 並不會好 並不會好 那孔子很注重實踐 這個人道 所以孔子的先生 也沒有天天在孔子校面前 這奴家也沒有在孔子校面前 怎麼樣 這個念這個倫語啊 問子啊 沒有啊 來做功課啊 沒有啊 他們功課就是實踐啊 忠孝人啊 信義和平 五輪對父母要怎麼樣 對師長要怎麼樣 然後對眾生要怎麼樣 奴家還比較講實踐 後來 宗教都變成講行事啊 在佛像面前 在菩薩的面前送經念佛 你天天練著孔修孔修 天天練孔子 天天用 天天練這個 給他加上一大堆名號 然後 念倫語 然後 你就會天人合一喔 不可能 可是佛教徒還比較多這樣 以前的佛法不是這樣 後來就變成專門在送經 而且不但自己送 還可以幫別人送 還可以幫別人送 然後在你不用時間沒關係 我幫你送送完了 回向給你就好 後來就變成這樣了 然後我請一個專門送的來幫你送 誰是專門送的 出家裡專門送的 那個專門在送經的 請他來幫你送 送完了再回向給你就好 越來越離譜 還有這樣子的 你不吃藥已經很糟糕了 我還可以請人家幫你吃藥 那個專門在吃藥的 吃完了回向給你病就好 聽起來很彌補 可是我們都要做這種彌補的事 所以他這裡講 你讀藥方不服用 你只是讀清 不照著清所有的道理去做 那大部分人讀清 根本就不知道清在講什麼道理 天天讀都不知道太講什麼 真的 如經上說 這個經是引菩提道世紀廣論的 他後面沒有講 我們看一下 但是他 他註解裡面 看78月 他說如經上說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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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道世紀廣論》 眷一引經 他沒有講引什麼經 但是 基本上他是引三摩帝王經 這是菩提道世紀廣論 我們說 運順導師的這個成果師大 很多地方都是參考 菩提道世紀廣論 這引三摩帝王經 這引三摩帝王經 但是這個是當然是密教裡面所有的 他是這麼寫 出自三摩帝王軍 我們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經講什麼 他說 我雖宣說其善法 如若文語不修行 不實行 如諸病者富耀朗 終不能了治體病 那 基本上比如說 在這個 《寶激經》裡面也有 多讀誦經 煩惱不止 你看 有類似像這樣的說法 《寶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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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不止》 《寶激經》 《多讀誦經》 《煩惱不止》 法水 瓢末 烦恼 可死 所以你读了很多经 可是你都不知道 怎么样不起烦恼 这有一点像什么 法水 瓢末 这个经就是法 就是法水很多 可是你是渴死 你不会喝水 所以你读了很多经 照理讲这个法应该是多文案多 多读诵经 因为你就不会从来不去思维他 法句经讲 愚人送千句 不解一句意 送了一千句都不晓得意 他在讲什么道理 一句都不知道多文 智者送云句 人解百句意 他一句他就可以知道很多 知道了解他的意义 法水瓢末 烦恼可死 你在法水里面最后是可死 你都不知道怎么喝水的方法 不知道喝水的方法 这个是保激经里面 也类似像这样 那么他还讲 他举了一个例子 药师持药两不能疗治病 后面也有讲 这里有讲 如珠病者负药哪 终不能疗治病 药师持药哪 不能疗治病 这是保激经里面的 他病育 如 药师除持药哪 不能疗治病 不能疗治病 黄育经里面也有这种名 照这里的 持药哪 不能疗治病 这是 蛮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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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這個經文是隱私三摩帝旁經 但是在寶基金裡面也有這樣的比喻 那遺教經裡面也有類似這樣的說法 但是他是這樣的 他就這樣講 遺教經 遺教經是說 我如良醫之便說要 是這裡講的 醫小 藥小 病小 我如良醫 知病說要 但重點 重點是你要吃藥 那麼服於不服 非醫救人 我講了也告訴你 你這個病是什麼病 那怎麼來的 要怎麼樣 用什麼方法可以治這個病 都講清楚了 但是你不吃藥 終究的病不會好 如與不服 你要不要服藥 什麼叫做服藥 依法修行 如說修行就是服藥 法就是藥 服藥就是如法修行 服與不服 那最終是修行不修行 非醫救你 這個不是 這個就不是醫生可以決定的 假設後來你病不好 那並不是醫生不知道治你的病 而是你沒有吃藥 那很多人是一開始就 根本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怎麼吃怎麼藥 他就拿那個藥方一直送一直送 那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這醫救 就不是醫生的過失 那這個是醫教堅裡面 跟這個三魔帝王堅 那麼有一點點類似的說法 病想醫藥想這些 我雖宣說其善法 這是三魔帝王堅 乳若文以不實行 如諸病者服藥 終不能療治起病 那保激經常的 多讀誦經 你常常讀 這個讀完讀那個 我就遇過有一個居師 他因為生活更苦 身體又很多病 一個民眾 然後公司又 好像可能會沒工作 所以他就很擔心 他就覺得他業障重 然後爸媽媽第二段不好 所以他就很用功 早上送什麼經 中午再送什麼經 晚上回去再送什麼經 送了非常多 可是他又怕送太少 業障太重 煩惱除不掉 痛苦除不掉 送很多壓迫他自己 身體本來已經不好了 又勉強自己送那麼多經 又善好舉例 然後又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就越來越痛苦 所以雖然送很多經 並沒有減少他的痛苦 所以有點像 多讀誦經 煩惱不止 法水漂沫 煩惱可死 有點像這樣 那藥師持藥 不能療治病 很多經過一個法師 生了重病 那他以前人家只要生病 他就去幫人家送藥師經 就是有居生生病 然後就請他去送藥師經 做藥師寶燦這些 後來他自己生了重病 那照理講那你自己送啊 你請其他的寶具來幫他送 有沒有好 最後還是要送去開刀 其實你要 就是說他病不是說 你有病你送藥師經就沒有病 不是這樣子 你先要了解你的病是什麼病 從哪裡啊 病有很多種原因啊 你單單就是因為你吃受藥生病的 你只要不吃那個藥就好了啊 你單單只是因為你住的地方 太濕 你讓你骨頭痛的 你只要買個除濕金就沒問題啊 你送100%的藥師經也不能除濕啊 問題是這裡啊 你只是因為你喝的水 大腸感性太多 你只要加個過浴水 不是你不要喝那個水就沒問題啊 你即使一直送藥師經 你也不能減少大腸感性啊 那他有他的方法嘛 病有病的病源嘛 你要先找出病源嘛 然後才會找取決的方法 不是什麼病都送藥師經都送藥師受 然後就可以除一切病 不是一切苦都念 都念那個 接地接地然後就可以除一切苦 不是嘛 所有的一切苦的來源 是因為無名嘛 那你要斷這個我界 所以你要用很多方法 你要看是什麼樣的煩惱 要用什麼樣 如果誠證心就用磁德心來對峙 如果貪心 那麼就用不靜觀來對峙 遇貪 那麼就用不靜觀來對峙 那如果對財物的貪 你就用捨心來對峙 那你要看什麼樣的病 那你要用什麼方法 你要先弄清楚 佛法是這麼明白 這麼科學 這麼有智慧的 可以我們弄到佛法很迷信 很愚痴 很沒有道理 所以我常常講 佛法的不可思議 變成 變成佛教徒的不可理喻 沒有辦法用道理來說清楚 那就很麻煩 所以他這裡講 第四個就是第三個 病想 醫想 藥想 那是重點要服藥 那就是要如梭修寫 第四個 因重療治想 你服藥 而且要怎麼樣 要有因重心 就好像你有疾病有重病 我馬上要醫 而且我馬上要尊醫主婦 不可以 有也好 你也好 生死大病 真是病入高高 病入高高就是 真究真不到 然後醫要醫不到 那麼性慾良醫良藥 也要久符法藥 所以有很多人照著佛法去修 修三天沒有效果他就放棄了 他就放棄了 那麼可是生死重病 哪有修一天兩天你就要見效的 修一年兩年就要見效的 沒有 要久修 所以才能見效 要久符法藥 你的病太嚴重了 你要先控制病情 然後才慢慢解決掉這個病 可是有些學眾 就是有一些學習佛法的人 希望立刻見效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花多少錢 練個什麼做 然後用個幾天 然後就要解決無死以來的重病 哪有可能 那麼少少的修習 還不能解脫生死重病 就失望而懈戴下來 就很簡單的 比如說博士關係 親子關係 朋友關係 他叫你 方法交給你 你都用不到 用不到三天 用不到一個禮拜 沒有改三 你就放棄了 沒有 哪有那麼快 你要不有耐心 要堅持 確定這個藥是對的 就要慢慢刺慢慢刺 你不要稍微 達不到你的理想 你就換了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今天念地上經理 今天念金剛經 後天念要師經 就換來換去 今天念觀音菩薩 明天念阿彌陀佛 然後換來換去 沒有用 今天念上帝 明天念阿拉 沒有用 其實不是這樣的 所以不能立立進修 不能努力 不能堅持 那來自於你不能肯定 你沒有辦法肯定 那像我們吃藥也是一樣 有癌症 等一下用中醫 等一下用西醫 等一下又覺得 沒有什麼效 等一下用電療 等一下用什麼化療 可能用來用去 用到最後 什麼病都治不好 也不能這樣 但是你要先確定 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你一面做就知道 它一面有效沒效 那佛法也是這樣 修個三年五年 沒有解脫 就覺得佛法是不能解脫的 哪有這個樣子的 不是的 佛法不是知識的傳授 更不是作為娛樂的消遣品 就閒來無聊 你這裡沒有什麼事可做 就學學佛啊 就念念佛啊 就跟人家去打打做啊 就變成這樣 這樣沒有辦法 就變成消遣了 消遣了 但是 有很多 有很多演藝人演是這樣子的 就是 學佛好像有一點高尚 沒有學佛還有一點弱武 偶爾去跟人家打個殘妻 有人跟他講 我也打過殘妻 也就變成這樣 今天其實是沒有辦法得到利益 就變成消遣了 時尚了 流行了 不是啦 他不是偶爾去醫院打個一兩針 給你去做個小針美容 讓你看起來年輕漂亮 不是這樣 他就是流動在你生命裡面的血液 跟著你一起呼吸 你必須佛法是這樣子 他就是你身體裡面的細胞 就是你血管裡面的血液 充斥著你全身 不是偶爾打的一個營養針 做個小美容 改變稍微一下你的氣色 不是這樣 這個是娛樂的消遣品 然後偶爾的營養品 不是這樣的佛法 佛法是認清自己有病 而求良一法要 所以誰所聽聞的正法 要痛下決心 如所說而努力修行 佛曾說過 我所說的法像禁止一樣 那麼是要你反照自己的 禁止就是怎麼樣 要看清楚的 那用禁止來比喻 如果一經典裡面來講 就是佛法像禁止一樣 那就是怎麼樣 智慧 智慧才能照明一切 所以這個法 以法為禁 就是像智慧 大師徒裡面講 法之大將持法禁 照明佛法智慧上 大師徒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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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以前 以前這個禁也是禁 以前唐太宗 唐太宗是唐朝非常賢敏的一個軍官 他有一個大神叫魏征 魏征常常會禁 就是唐太宗做什麼不對他就跟他講 造就了唐朝的贈官之士 贈官之士 就是贈官盛士 他就唐朝的贈官盛士 有所謂的贈官之士 魏征死的時候 唐太宗很傷心 他就講 他講了一個很有名的話 他說以鼓為禁 以鼓為禁 就是這個禁 禁是個禁 後來宗老說要改做禁 那硬禁的禁 他說以鼓為禁 可以知心聽 就從歷史上古代的地方是這樣 到底朝代都是什麼心酸的 那麼可以知心聽 以人為禁 以人為禁 就是可以明得師 就是人 來做參考 魏征常常就跟他說 因為魏征看到唐太宗有什麼過失 他直接跟他講 就好像你去造性子 這裡不對 這裡有張這裡有亂 這裡義務不整 他就可以整 以童為禁 可以正義觀 他講的一個非常有名的話 那麼佛法裡面就是以法為禁 這個法就是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要怎麼做 你人有哪些過失 有哪些病 有哪些煩惱 這個煩惱是怎麼來的 那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去求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那唐太宗講到 以童為禁 可以正義觀 以古為禁 可以知心聽 以人為禁 可以明得師 那佛法裡面 以法為禁 就是來照明自己的 照明佛法智慧這樣 就大嘴邊裡面說的 是要你反照自己 佛法這麼說 就得先觀察自己 那有沒有種種過失 種種功德 那這個 如果有過失 就應該懺悔懺悔 遠離過失 如果沒有過失 就應該生觀喜心 好 那這個奴家 其實也很重視這個東西 像我們講過這個孔子 他 不是孔子 應該是孔子 孔子講過一句很有名 很有名的話 叫做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那麼 他說行有不得者 接反求諸己 反求諸己 就是什麼 要先反省自己 那他講了 講了說這個 人如果遇到一些困難 或是遇到一些不順 那麼先要反省自己 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 自己做得不夠多 那不要先埋怨別人 他不是說什麼東西都先怪自己 不是這樣講 他是說 你先反省一下 我有沒有做不好的地方 有沒有做不對的地方 如果沒有 你也不是一直怪自己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不好 不是這樣 這樣也不對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也不是這麼要去的 也不是這麼自虐的 不是 但是 先 孔子講的話 是說 你先要 就是說 第一個先檢討 那麼確定自己沒有過失 或是自己的過失不那麼大 那麼有過失就改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他講到說 這個 孔子講到 這個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 那就是 跟這個法禁是一樣 就是以法為禁 你要先看 佛法裡面跟我們講 那我們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煩惱 這種煩惱是怎麼生起來的 我用什麼方法去對峙它 那孔子是講到三點 一個就是 愛人不親 反其人 智人不智 反其真 就是你們講到 你們就參考 其實佛法跟這個 文家的很多東西 有一些是一樣的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 所以這裡講到說 那麼 我說過的法像禁止一樣 是你要反召自己的 這個在 這個在 這個奴家裡面 孟子裡面就講到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 那一般就把兩句合起來 把孔子跟孟子兩句合起來 那就是 己所不義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 反求修行 那己所不義勿施於人 是 孔子講的話 他講 術之一術 術 終生可行 那什麼是 己所不義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 反求修行 這個是孟子講的話 那後來我們就把這奴家合起來 己所不義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 反求修行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行有不得者 假設 我們在做些事情 有時候 那麼就不如我們的意 那我們應該 先反省 接反求 不諸己 求諸啦 求諸己 先反省先檢討 不要先埋怨 有的人先埋怨 先怨天怨地 就怨天有人 但是我們不是說 所有的事情都怪到我們自己身上 不是 第一個先反省 那他是先講 第一個 孔子講了三件事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很值得我們參考 愛人 不親 愛人不親是什麼意思 你對別人很疼愛 親愛別人 別人就不親愛 說我對你很好 我對他很好 他卻對我不好 類似像這樣 自己愛人 但是 我很愛護他 很疼他 結果他卻 不如他 我愛他這樣他愛我 那他說 愛人不親 反其人 愛人不親 反其人 就是要反省 反就是反省 反省也是這個反 回過頭來要想 反其人 人就是人安 那就是說 我對你有這麼 我這麼 對你這麼好 對你這麼照顧 結果 你根本不不好當一回事 稍後我們再想一下 我是不是 對他的 第一個對他的好 不夠好 不夠好 不夠好就是 沒有讓他感受到 或是 我對他的好 是不對的 他 他不認為好 就好像有些父母親 我問你好 問你好 同時說 有一些夫妻 我問你好 可是他感覺不到 你是為他好 又像這樣 所以他就不會問你好 就好像說 愛人不親 反其人 你就要反省 這個人就是人愛 就是說 我是不是對他的這個照顧 對他的愛護 不夠 做的不夠好 或是 做的不對 他沒有感受到 第二個 所以他重點都在反省 這跟我們講法禁是一樣的 法禁 法禁就是 以法為禁 以法為禁 就是要讓你 要讓你從佛法中看到問題 真解在哪裡 看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哪裡 其實是這樣的 第二個 智人不智 反其智 他意思是怎麼樣 智就是管理 比如說你是人家的 你是父母親 管理就是小孩 你是公司的董事長 或是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 那麼我用 我 我用心來治理這些人來管理這個團隊 可是那些人卻都不聽我的話 都不受我的管理 不接受我的管理 我們就要稍微反省一下 不要只是講那些人剛講男講男母 那些人都愚痴 那些人都故意跟我作對 要想一下 是不是我管人的智慧不夠 善巧不夠 或是說 我的能力 他們不信任 要先反省一下這樣 是不是我要增加我的難力 是不是我的哪一個方法 那個善巧不對 智慧不對 不夠了 我要增加我的智慧 我說講話的態度或怎麼樣 所以讓他們雖然 雖然 雖然這個 這個表面上信服 我的管理實際上 都跟我作對 就善了 就這下有對策 我就變成這樣 那所以 稍微要先 就是你還是要去找到那個問題 整體 孟子講的也很好 治人不治 就是 管理人 就是世界上這兩種人 一種是管理人的人 一種是被管理的人 一種是被管理的人 就基本上這樣 那 那 你自然就是你要管理自己 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我用盡了心 我 我是 比如說我是精靈 那我站在我精靈的職位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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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課勤 就是我站站站站站 我用我的心力 費了那麼多的心力 要幫大家更好 結果那這個不行我的話 結果那這個不行我的話 結果不去我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很挫折 那我就覺得都怪這些 怎麼不配合啊 怎樣怎樣 所以你要先解解一下 不是說一定你的錯 先檢討一下 是不是哪一個地方 做得 你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還不夠好 沒有好到讓他們接受 是不是 你在換個角度 或換個說法 或換個方式 他們會接受 就先反省這個 第三個 他只是舉三個例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 生活蠻有用的 那這個就是法禁 以法為禁 坦戴忠講 以骨 與同為禁可以正一觀 以仁為禁 可以零得失 以骨為禁 可以知心聽 一切的道理 好 那第三個是 理人不達 反其境 基本上都在講反省 就是說我對別人很如禮貌 我對別人很好 就是我都很尊敬別人 可是 別人看到我 不保護他為何事 就變成這樣 我很恭喜別人 可是別人都不恭喜我 那你要先反省 那麼是自己的那種 就一樣 你做的不夠好 不夠對 起碼都是兩點的 不夠好 沒有好到讓人家 對你那麼照顧 結果你就不照顧 從這裡可以提升很多 基本上就種在反省而已 所以我們看這個 真子三行是非常有名的 真子三行我一直覺得 因為 我讀這個論語 我覺得真子三行跟這個 論語學而篇 論語第一分是學而篇 學而篇 就是論語四書裡面 論語是為首 論語是孔子講的最初的 第一篇 第一篇第一條第一章 學而篇 學而篇的第一章是什麼 學而時期之 這是第一篇 真子三行在學而篇裡面 學而篇很多章 你放在第一條的 不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初的 不是常常講的 這是最初講的 真子三行 我們先看學而篇 然後來看這個真子三行 他也是重在反省 重在反省 我們先看學而篇 他是怎麼講 他講學而時期之 這之前我們講過 學而時期之 是很喜悅的一件事 是很喜悅的一件事 很快樂的一件事 喜悅的一件事 那第二個 用憲勢眼光的 用憲勢眼光的 公民熱衡 第三個 不吃而不韻 不亦君子夫 这也是学俄篇的 这文娱第一场 然后后面就有真子三行 真子每天都做三件反省 我一直觉得三件反省 就是他反省 他跟孔子 孔子 这就是以法为禁 孔子说什么 那我们来对照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做 真子的三行就是反省 反省就是一样 那法性就是什么 佛陀这么说 我们对照一下 我们有没有这样做 就是这样 那你看 真子三行是哪三行 第一个 人不知而不亦 不亦君子夫 这个 真子 真子有哪三行 真子有哪三行 我们就是中性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而无信乎 那为人谋而不忠乎 你看 第一个 他第一个 第一个 真子三行 第一个 为人谋而不忠乎 替人做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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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尽 心力去做 有没有 忠诚 忠诚 和不忠乎 为人谋 就替人家做事 那就是在事业上有没有 尽心悦恦 我们等下来对照应该是有关系的 他反显就是以法为禁 以孔子说的 然后来反显自己 有没有照着说说做 第二个 就是信 与朋友交 与朋友交 什么不信 而无信乎 与朋友交 又是中性 与朋友交 而无信乎 而不信乎 感觉他永远是什么 不忠乎 不信乎 跟朋友交 是不是有 承证信义 信 是中性 第三个 传不习乎 就是传是什么 我从老师那边得来的学问 有没有常常复习 有没有照着做 就我们强行长过 就是复习跟什么 学习 就是实习 就是你有没有照着做 有没有复习 有没有照着做 温习跟 那很简单 你看 第一个 传不习乎很明显是 在反省 学而实习之 就是说 你所学到的 你有没有常常在复习 有没有照着做 第二个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有盆子 也有朋友 那你为什么 朋友来为什么会很快要 因为跟你感情好 为什么跟你感情好 为什么会来找你 因为你的地方来找你 你为什么看到这个朋友会很快要 因为 彼此是很真心的啊 就是彼此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那我们就要猜猜 那我跟朋友在一起 是不是 常常 都是 我们平时是真心的 你信任我 我信任你 为人物我无不中乌 他这里讲 人不自而不义就是什么 这个就很多的解释了 人不自而不义有很多种解释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跟真正有关系 比如说 我有一些忍律 或是我有一些 我有一些道德 但是人家不知道我有这种才能 我也不会生气 那这个比较 那应该是 应该是 那就是说 应该是上真子这个的 为人魔 我替别人做事 我为你那么好 我为你那么会着想 替你做那么多事 结果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背后替你做那么多事 不是的 我替你 我替你当了多少罪 替你做了多少事 我在你底下都没有尽心结明 但是你都不知道 那 我也没关系 君子之交是这样的 那应该是跟自己有关系 我是君子 为人魔 我替别人做事 我又没有尽重持守 我又没有尽心悦悦 那所以 这个孔子是说 人不思议 就是 我即使很帮助别人 但这个有多解释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 对造型来看 因为真子三思 真子反省 他怎么会反省 他从孔子那边听来的 孔子讲了些什么 他反省 他孔子 而且他放在第一条 你看 这个表示孔子常常讲的 所以他就 就孔子常常讲的 他就反省 我有没有照着他这样来做 以法为戒 应该是这个样子 孔子这样讲 我就要想 孔子讲学而实时之 我就要想想 我是不是所学来的 从老师那边学来的 我又没有常常复习 有没有照着做实行 他有本是远方来 海不越乎 那很远的地方来找我 那我要想想 我有没有值得那些很远的朋友 有没有朋友 会从很远的地方故意来找你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 那就表示什么 朋友之间是什么 是有成真性 很值得信用 很值得交往 那我就要反省 我有没有 对朋友有没有这样 我对朋友有没有这样 诚信 信实 我答应你的 我一定做到 我交给你的 我一定放心 就是彼此有没有那种诚信 以信 就是我不信 那我就 那你已经有这个 才能够 才能够有这个 那不然谁要去找你 还从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你 就在隔壁都不愿意去找你 还不要从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你 其实这个就是 就是真子三行一定是跟孔子所交他的一定的关系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的个理看法 就是我从读诗书 里面 大概就是像这里 以法为信也是这样 就是佛法 佛匪是要照明自己的 看到自己 佛法跟我们讲人有哪些缺点的哪些烦恼 那这些烦恼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去除 你看人家 舍利佛怎么样去除烦恼 阿难怎么样去除烦恼 沐建林怎么去除烦恼 怎么成长功德 这些 这些你都可以学啊 都是在做给你学的 所以佛陀在讲 此事苦我已知 此事苦如因知 此事到我已修 此事到我已修 也是这样啊 那所以以法为禁 以法为禁 好 所以要先观察自己 有没有过失 那从哪里去观察 从佛说的法去观察 他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那如有过失 应该要惭愧倡悦 所有的罪都透过倡我都可以减轻 那倡悦之后 倡就是什么 倡就是觉得我这样做不对 认错 悔就是改过 毁过不再造错 所以要远离过失 就是你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 那么如果没有过失 那我检讨 我在这一点里面没有过失 完全是他的因素 那你也不要一直责 都是我不好不是 那么他不好 他有他的过失 那么我们还好 这个不是我的过 这不是我的过失 那么所以应该是欢喜心 那如关键自己有功德 也应该胜欢喜喜 也要看到自己的好处 也不能只是一直找自己的麻烦 也不能掩饰自己的过错 这两点 那么所以看到自己的好 也要看到自己的不好 要如实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好也要称赞自己 不好也要认清自己 改过 如果没有功德 那就应该努力去修学 去学习 所以这个叫精进 真精进就是这样 以身的恶法 怎么样 令消减 未身的恶法令不生 就以身的烦恼 要赶快让他消除 以身的过错 要赶快让他去除 没有生的 要赶快让他不生 防止他生起来 已经去除了 还要防止他再生 已经生的善法 要让他再增长 继续生 没有生的善法 要让他赶快生出来 这就是四种精进 总之 听闻佛法 是作为自己修持的主神 就是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标准 有一套 有一套程序 有一个刺激 你可以照着修的 这叫法是禁 听法而能鉴于实行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如梭修行 你不修行 你这些法 你天天送世 你有意义不大 得不到他的功德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那么大家合掌合相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谢谢大家